我这个波罗蜜啊 已经买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了 一直都没有吃 因为刚开始买回的时候啊 它是生的 现在也已经五透了 但是啊今天上面老多的小飞虫了 我感觉应该是熟了 我在考虑吃还是不吃呢 不吃吧还有点白虾 这么多小飞虫还有点害怕 最后啊还是决定给它吃了吧 要我真白虾了 我感觉啊吃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费劲了 刚才呀把我手整的教练教练 我才洗好 这回戴个手套 凝制不 我看看这回的怎么整 怎么弄它 就是这个白东西 这个东西不能碰在手上 碰在手上之后啊都洗不掉啊 咱也没整个浪吃过这个波罗蜜啊 也不懂这些呀 第一次整个浪吃 哎不过还挺好吃 自从啊我哥和我嫂子走了之后啊 我也没正经吃过饭 火锅呢也没有吃 今天呢我打算好好的吃一顿 吃个火锅 看我准备完了都已经 丰富丰富 我准备了两盒羊肉 还有毛肚土豆片 还有一些蔬菜 这个呢 还是我闺蜜给我拿的那火锅底料 她走了呀 带不了 只能我自己在这吃了 这个火锅底料啊 看着就闻着香味 看着都特别的 哎呀好有食欲啊 先尝一口 嗯挺辣哎 在四川乐山一个超市啊 没有买到火锅的蘸料 跟我们东北里面也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就买了个麻酱 还有这个老干麻 给它和一和 然后和就是这个火锅这个底料吃 也特别的香 我呀光想着火锅好吃了 哎没有想到外卖现在零上三十多度 特别热 我现在浑身都冒汗的 幸亏呀 啊我准备了两个风扇 还有一个对着我吹的 我得赶紧吃了 要不然太热了 下次啊 这种高温的天气啊 我可不能在车里吃火锅了 这个吃完火锅呀 睡了一会儿 我就感觉我像明明乎做梦似的 听狂听狂的 豆瓣还可能呃呃呃叫我 哎呀我行的这发生啥了呢 我现在停车的位置啊 是一个景区的停车场 我没想到啊 会有这么多的人 看啊 有这么多的人 这只是一部分 车旁边呢 左右啊 全都是跳舞的 不光这边啊 这边啊 还有 看 不光这些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前面 看见了吗 全都是 都已经被围上了 没想到啊 景区的停车场呢 会变成大家 跳广场舞的地方 看看吧 如果他们跳到90点钟呢 我可能还会继续在这路由 如果太晚的小小夏呀 我可能啊 就换个地方了 这会儿啊 已经习惯了 已经不叫了 但是感觉他呀 生无死恋的样子 看看 豆瓣 哎呦妈 笑死我了 哎呦呦 现在呀 我也要抱着我家豆瓣 出去跳一会儿吧 扭一会儿 好吧 今天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